AG是一个很喜欢甘江的战队,当初效应之所以会取代老帅,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甘江技能命中率太高,才会被月光看重。 那么九成的甘江就更不用说了,他适合玩手长又依赖技能命中率的英雄,比如甘江或百里守约。 只是随着他们决胜局没能赢下E-Star,就有玩家觉得九成的甘江不如清荣,认为他应该跟清荣学一学。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对清荣赢在战术安排,并非技能命中率或节奏能力,九成的甘江技能命中率很高,只是大家都很清楚AG的战术安排,基本上都是仰打野或者射手,偶尔用出马和体系也是仰上单。 很明显,中路自然更偏向于玩工具人,这也就是之前效应首发,上场的次数比九成多的原因,而清荣的甘江之所以打出的效果比九成好,其实就是他的经济一直处于高位。 反观AG经济低,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出魔抗装,这时候清荣的甘江就玩得很舒服。 其实AG的吃分体系跟战术安排都一般,加上有时候选手状态不好,就会出现被GK零封的情况,后面他们拿出吃分体系选手状态处于巅峰,这才能跟对手打到决胜局。 不过当队伍的成绩总是在后几名徘徊,这就会造成小兽想要练体系,却又不敢拿出来的尴尬。 要不然他们跟E-Star,决胜局也不会拿纯后期阵容,就是既想魏央能站出来带队,又想伊诺在后期能打过足够的输出,才会被E-Star轻松击败。 真应该考虑玩一玩中和或让魏央用其他打野英雄。 总之,九成的甘江并不是不如清荣,只是队伍的战术安排,不可能让九成像清荣一样舒服。 除非几方前期打出大优势,九成跟着队伍拿到经济,只是这种可能性极低而已。 毕竟AG这么多年,基本上没有玩过中和,甚至一直想连的马和体系,到现在依旧是半生不熟的状态。 所以AG真应该多练吃分体系,并且改变一些玩法,这样才能稳定在S组,不让自己调回A组。 感谢观看